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你爱上的人是谁 却不知道和你聊天的根本不是我 这个年头呢 你很特别 你给我一种疏离感 这句话早就没有杀伤力了 现在这句话呢已经变成了别的女生都是助理代聊 只有你不是 明星 有钱人 创业公司老板的月抛恋爱都有全职助理 用手机代聊 他就像阿甘吃的巧克力无法预测的磨合 可以是助理 是军师 是秘书 他身兼多职 无所不能 而恋爱被代理最让人崩溃的便是 你不被当作一个人 你以为自己的心枯木逢春 久汉逢甘霖 其实对面不过是一个把你的一举一动传递给金主 甚至要骂你事逼的机器人 我朋友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用他的话来说呢 就是被扎了都不知道这笔账要算在谁的头上 半年前他参加朋友的局呢 认识了一个男孩 对方不说长得有多帅吧 但是小伙子呢 五官端正 碰瓷一点吧 就像是黄轩 憨事中带点小帅 给人感觉很踏实 玩的时候呢 不怎么参与大家聊天 被问到呢 才说话 不像有些表现欲很强的男生 恨不得把目的写在脸上 喝酒的时候呢 男生虽然不说话 但一直拿余光 瞟他 最后送他回家的时候呢 还加了他的微信 这个时候才是这段复杂经历的开端 加了微信之后 男生的表现和在饭局上完全不同 起初自然没那么明显 问一下到家没 第二天会点赞他的朋友圈 直到三天后 老王朋友圈发了一张小猫的照片 男生才找他聊天 表现得很有分寸 先是问他猫的品种 然后不经意间 透露自己呢 之前也养过一只这个品种的猫 只是后来呢 猫猫走丢了 直接让老王把恋爱拉满 这一晚上 两个人就着猫聊了三个小时 过两天 男生又找他 两个人聊了16型人格和星座 男生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对前途的规划 老王觉得男生是一个很有想法和行动力的小伙子 两周之后呢 两个人约了见面 男孩请客 是一家老王之前说过不错的餐厅 点的都是老王曾说的喜欢的菜 饭桌上 男生又回到先前喝酒时的话少状态 几乎都是老王在讲 男生呢 不时硬喝两句 就看着他眼睛 在被问到为什么不说话时 男生说 我就想看着你 单身多年的老王被这一直球给整迷糊了 喝下去的酒呢 瞬间起作用 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成年人的事 而后老王顺理成章地以为两个人在一块了 不幸也开始了 男生越来越忙 每次约会就是吃饭睡觉 老王认为呢 两个人都是情侣了 男生再怎么腼腆 线下也不该表现得这么不熟吧 但是男生每次都说自己从小就不擅长和人面对面交流 直到某次男生去洗澡 老王实在好奇男生一天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工作要聊 翻了他的手机 打开微信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份文档 如杀戮咒 直批人闹门 看得人心口拔凉的 一切都是假的 老王不过是被攻略的对象 每次约会的话术 举动 都是由助理一对一服务的 甚至不见面的时候呢 和老王聊天的一直都是代聊 男生只需要在每次见面前 背一下助理总结的文档就好了 文档呢 甚至比考前老师画的重点都详实凝炼 更伤人的是 助理的代聊对象呢不止他一个 轮到要见他的时候呢 微信就换回来 不见他的时候男生还和美本英硕 聊着艺术和哲学 与国企女孩聊单位福利和周杰伦的演唱会 而他呢不过是代聊的一个攻略对象 这段感情自然以老王拉黑了 男生并在朋友圈爆料作为结束 也幸亏发现得早老王呢 现得不深他就是觉得这一切太魔幻了 以前人们都说情感无法衡量 有钱你买不了爱 但是现在有钱你就是什么感情都能买得着的 私人定制精准代聊 甚至直接发展成一条产业链 富一点可以去找代聊中介 保证私密性和真正的一对一定制 不太宽裕的呢 可以某宝购买 功能就是代聊代追 男女皆可 老师在代聊前也会了解基础的情况 是相亲聊天还是软件交友 是想追还是想复合 对了 复合是代追的12倍 可见即使是代聊挽回的价格 也比重开要高 诚然歌里唱着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现实情况还是给了我们一巴掌 有钱确实能买来爱情 哪怕付费方没投入任何的感情 当我们嘲讽有钱人感情不真挚 恋爱都不自己上手了 其实呢这也骂到了自己的身上 仔细想想我们不也是吗 不过呢我们管这个叫做军师 说白了都不敢自己上 遇到喜欢的就让军师来 在网上的恋爱话题里呢 过去从不现身的爱情军师 现在越来越多的从幕后转到台前 当对话框亮起来 你根本猜不到和你说话的到底是亲密爱人 还是对方的军师 一个简简单单的撤回 可能暗藏着的是对方军师留下的陷阱 这叫诱敌深入 一句被搁浅的消息 也可能是对方盘算好的战术 这叫欲擒故纵 对方表白也不要急着回应 这叫做按兵不动 哪怕是一句明晃晃的 我想你了你想我吗 在军师的视角里呢 也能被解构出无数的细分层次 主打一个军师不入爱河 绝不轻易上钩玩的就是心跳 把Fall in love Fall的部分体验到极致 线上氛围拉满 那势必呢就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线下的近身攻击 别以为线下就能摆脱军师的身影 从线上聊天到线下出门见面的装造 那全是对方军师辛苦经营的心血呀 要是条件允许 他们还会通过蓝牙耳机 和对方及时交换讯息 不过呢这种属于爱在甜蜜进行时 总体难度是不大的 但凡碰到真正的疑难杂症 诸如对方断牙式冷暴力 分手复合 只怕是身边的军师都不够用呢 在网上你总会看见形形色色的恋爱求助帖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大家帮我看看 他这样是对我有意思吗 来个军师救救我 这样还能聊吗 当然还有CPU干烧了的军师 偷偷发出的投降帖 求求你别再折磨我朋友了 那些消息都是我在回 这感觉呢 仿佛是抱了一个恋爱全托班 巴不得从开始到结束 都能有人帮自己一手包办 戏谑的是 往往这种靠着军师聊起来的感情 能走到最后的不是当事人 反倒是两个人背后的军师 能走到爱情的终点 在电影《夜以继日》中呢 军师费心撮合的男女主最终还是走向了分手 而两个军师私下替男女主爱情操心的时候啊 聊着聊着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两个人就这样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因为这种依托于军师感情中 当事人往往太怕犯错和受伤了 身为局外人却足够坦诚的军师 在无意间袒露的内心情感 却更符合爱的底层逻辑 让度一部分自我 可惜的是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呢 我们对于任何可能会受伤的情况 都太提防了 不管是有钱人助理代聊 还是我们的军师过招 其实都是一种在爱情当中 极度敷衍缺乏勇气的现象 要么自卑感过强 怕不靠伪装 无法赢得对方的爱 要么顾虑太多 还被人拒绝丢面子 有钱人这么弄呢 一来图省事 但只要仔细斟酌后 就会发现 他们操作这个流程的最终目的 无非是自己能摘得干干净净 看中的鱼在池子里好好待着 否则时间进去 成本进去 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钱人也受不了这个呀 在找助理代聊的创一代老蒋的眼中 他认为 如果自己没时间 没精力 没陪伴 那就用钱 找其他人 补齐这些缺席的部分 这样一来呢 该有的都有了 对方应该 也不会轻易的离开自己了吧 你知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我哪有那么多精力 处理感情问题呀 而且这么一来呢 哪怕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没什么损失呀 只能说助理情商不够吧 我问老蒋 为什么找助理代聊这么久 迟迟没有筛选出那个 能真正陪在他身边的人 他和我说的是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懂他 都说感情上人人平等 但现在谁都接受不了破产 但爱的本质呢 是倾听和理解 而不是尔虞我诈的猜谜破译游戏 看似靠助理进行恋爱代聊 都是合理的避险 实际上 我们和那个真正的爱之间 隔着一座看不见的桥 真正的爱情是最没有保障可言的 这身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 害怕失去对方 和害怕失去自我的恐惧 爱情吸引人 也让人感受到恐惧的威力 也正是如此 而我们为什么需要爱情 正如电影 驾驶我的车中的那段台词 即使你认为你很了解某个人 即使你深深地爱着他 你也不能完全了解 那个人的内心 你只会感到受伤 但如果你付出足够的努力 并以一种有能力的方式去接受 你应该能很好地审视自己的内心 希望最后你能够认真地驾驭他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少点套路 多点真诚 如果你有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